Hello,大家好,我是卡卡,现在我在巴斯罗纳 我打算去吃一家塔塔斯,叫卡塔拉纳 是我在小红市场看到据说还不错的一家店 但是我已经踩过Witness的雷了 所以对这家店我也不是那么的期待 感觉也挺网红的 但是它在景点的这个身心 所以我在想没准也许可以好吃 去看看吧 我现在是没什么期待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等20分钟 才能够制 这个菜单跟Witness不出一辙 感觉是一个老板 有没有推荐的白葡萄酒 要一杯就是什么 一杯 跟当地的小伙伴一起吃的饭 所以他基本就负责点菜的任务了 然后我也让他点一些他们当地人经常会吃的 所以他就点了一个炸丸子 然后一个香辣炸土豆 我这个炸的太油滋滋了 这个老腻了 这里面是鸡肉泥 然后有芝士和火腿 很香很油 尝尝这个 这个是美乃滋吗 这个大蒜的 哦 有和大蒜的 北京炸罐肠就是这个感觉的 哇 没想到在这吃了炸罐肠的口感 都是 这个蒜的美乃滋酱也像炸罐肠的酱 北京是吃蒜汁 好吃 哎不错啊 跟这当地人点就是不会有问题的 接下来是西班牙经典的土豆鸡蛋饼 炸也没有全部给人家 这慢慢好吃 炸鱼拼盘的话 要挤上柠檬汁才比较清爽解溢 这个鱼的菜 这个不错 这鱼的质非常 非常新鲜的 好吃的 这个鱼比我写口感的不一样 它这个鱼很嫩 不是那种外面脆脆的小黄鱼的点 这个小鱼炸的软软 尝尝这个 这个是鱿鱼的须子 鱿鱼我觉得最好吃的 它整个都很酥脆 在你嘴里就爆炸开了 然后鱿鱼本身质地非常柔软 这个就是刚刚炸的 那个混合拼盘里的小鱼 不是那种脆脆的小黄鱼的感觉 沙丁鱼嫩嫩的 特别的软一个 尝尝他们家的鲁干牛排 我在威尼斯 我觉得他们家的这个很好吃 其实那家店还是有一个一点可取之处的 如果你把大家避雷了 大家就吃不到什么好吃的菜了 所以我就在想能不能再找一个跟他一样好吃的 然后就真的不用去那家店了 只有他好吃还是要说他好吃的 但他服务是真差 特别嫩 像油脂一样硬碎了的感觉 肉口挺好 嗯 但是它是凉凉的 这个肉又是热热的 然后底下的面包又脆脆了 就是那种非常爽的香味 你在巴黎吃的鵝肝汉黄还好吃吗 这个鵝肝真的跟果冻一样 真太太好吃了 凉凉的果冻感觉一点都不腻 特别特别的香 油脂肝你特别靠价的感觉 这个真的好好吃 这个真太棒了 就来这家吃就行 家服务也好 环境也好 光线也好 然后味道一样 甚至更好 就是没有这么差别 就是来这吧 不要去喂你才对了 因为鹅干牛排就点了一个嘛 所以算下来我差不多是20欧 我朋友15欧这样 我觉得还是比较划算的 你们觉得呢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见